特朗普政府即将换届前夕 对中国的制裁打击似乎反而加快了脚步 美国财政部周一12月7号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 指他们涉嫌参与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的资格 与此同时 特朗普政府也发布新规 限制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 由原先的10年多次往返的B类签证 变为单月单次如径 新政已经生效 预计中国受影响人数高达2.7亿人 我们先来说一下受到制裁的这14名中国高官 据悉 这一轮受制裁的官员皆为第二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并未涵怪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 分析人士称 这也显示了华盛顿并不希望严重打击两国关系 不过尽管如此 这14人已经官居副国级干部 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上月发布决议 对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增加爱国规定 港府随即宣布4名泛民主派议员及时被撤职 反对派议员随后总辞 这或许就是这14位官员受到美国制裁的直接原因 限制令发布不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随即在记者会上重申 中方一直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美方借香港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对中方人员进行所谓制裁 他指责美方持双重标准 并称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制度是国际惯例 美国国务议员也必须效忠于美国宪法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内的多名被制裁官员曾表示 被美国施加不公平的制裁倍感光荣 他们二人早先已经上了美国制裁名单 属于这个名单上的老顾客了 这些被制裁的官员意味着本人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被制裁人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持有的房产和权益都会被冻结封锁 并需要上报至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除非得到特别批准 被制裁人与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的交易都会遭到禁止 即无法买卖任何涉美基金、货品与服务 包括银行在内的商业及金融机构 无法与其进行重大商业往来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方制裁具有标志意义 看似眼里但实际打击效果有限 至于中方对待这次制裁会做出如何反应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针对美国此前对中国官员的制裁 中国政府曾在8月出台反制措施 制裁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霍利、科顿、图米 中央员史密斯及多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上述议员都是美国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 想必这次的反制措施也正在酝酿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普通中国公民影响更大的新签证政策 其实早在今年7月 纽约时报就曾率先爆料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签署一份总统公告 全面禁止中国第一大党派及其家属赴美旅行 以在美国境内的党员及其家属的留美身份 可能被撤销并被驱逐出境 所以我们需要庆幸的是 比起今年夏天的这份爆料版本 最终生效的政策相对温和很多 毕竟不是全面的封杀 但按估算 这个政策的影响力在中国还是核弹级的 毕竟中国目前有大约9200万的党员 2014年奥巴马总统任内 中美将签发给对方公民的 旅游商务签证最长有效期从一年增至十年 是要申请一次签证 就能在十年内多次不限次数的往返 这一次的政策调整 极大的压缩了中国人赴美的灵活性 这意味着受影响的人群 每次赴美之前都要申请签证 大大提高了时间 经济成本以及被拒签的几率 目前这个总统令已经直接生效 那到执法层面该如何实施呢 现在已知的情况包括 在申请赴美签证时 需要提交DS-160表格中 就会询问党员关系 美国官方如何去核实信息准确性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另外 美国驻华使馆的签证官员 也会根据申请和面谈情况进行判定 使用他们的裁量权 但是 如果在申请签证时 试图隐瞒身份 一旦被发现 就有可能被指控为签证欺诈 便离长期被限制进入美国 另外不能忽视的情况还有 按照正常程序 美国海关工作人员有权 在持B类旅游签证的外国游客入境时 决定此人在美国的最长停留期 一般最长停留期是6个月 海关工作人员也有权 在外国旅客持有有效签证的情况下 拒绝其入境 这次新政策齐行之后 受影响人士 即使能成功入境 是否会因此身份 只被授予短期停留 时间 目前还尚不清楚 所以未来我们的父母来陪读 照顾孩子 旅游养老 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当然也有小伙伴们期待着 拜登上台后大笔一挥 取消限制令 但是鉴于目前拜登表现出来 未来的对华政策 小编并不做太多的期待 届时我们只能见招拆招 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